三号楼要被逐出市门了 这也是北猫的学院第一位被逐出市门的猫 自从9月7号在三号鞋子楼把三号楼救下来 到现在马上接近两个月了 三号楼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脏兮兮的小猫 而且在楼顶饿了四天 瘦骨连熏 战罪猴塞 简直是没有一点浮象 现在两个月下来 三号楼都已经爆猫发塞了 可见猫的学院的伙食是准还是相当可以的 虽然已经把三号楼的猩子喂得肥肥胖胖的 但对三号楼的猫的教育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 每次我来看三号楼都会被三号楼冲骂一顿 说猫的教育是伪科学 是封建糟粕 应该猫摸得爱诸之 可以说对我是用词不堪入耳 作为猫的学院院长到我 当然不能和一个小猫咪一半见识 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拿出猫条给它吃 三号楼经常吃着吃着 就因为看了我一眼 就继续对我破口大骂 我问三号楼 为什么要这样顽固不化 执迷不悟 三号楼说 他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没想到被我抓来走不动了 我告诉他 我不抓你 你没钱 也闯不了天涯 不过也好 咱们有师徒之情 你走之前为师就送你一份 豪华绝育套餐吧 三号楼自己还没有打疫苗 贸然绝育怕感染猫瘟为借口 严慈拒绝了我 我说你输了不算 医生让你绝 你必须绝 为师这个豪华绝育套餐必须送 然后我就咨询了医生 医生建议我直接放规 以三号楼的性子 万一觉得应激感染猫瘟 这个风险就太大了 如果强行给他打疫苗 需要三个月 他这个性子 第一可能会抓伤人 第二 三个月之后 他也可能没有办法再适应外面的流浪生活了 到时候他痛苦 我也痛苦 所以我最终决定今天就把三号楼逐出市门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舍得的 正是把他放走之前 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的反应没有那么大了 就再养一段时间 看看他的表现 结果我刚把小木柜放在他面前 就被他一巴掌就开掉了 看来三号楼去心一觉 不能再勉强了 我把他带到了楼下 园区绿化很不错 足够三号楼保存了 毕竟他之前就在这里面生活 刚打开航空箱 三号楼就飞了出去 一句再见都没有跟我说 看来三号楼渴望这一天已经渴望很久了 不过三号楼也不用担心自己找不到吃的 这有喂食器 粮食一直都是满的 也经常有园区的流浪猫来吃饭 而且一个个长得肥头大耳的 刚把三号楼逐出市门 其实严格来说是人家三号楼 不要我这个师傅了 朋友就给我送来了一个猫包架 安装好之后 办公室的小毛都很喜欢 现在办公室的小毛又有了新房子了 可是三号楼在外面还没有窝 所以我决定给他弄一个窝放在外面 正好刚买了一个帕特明星定制礼盒 里面有一包杜如冻干 一包生命成猫粮 还有主食罐头和三包胖酱及周边爆炼 可以说都是办公室的猫 平时主要吃的 观景上是一 非常有优惠 而且这个盒子还是一个猫窝 这下三号楼的窝有了 于是我把窝给他组装好 放到楼下 回来后 活得长已经把罐头快吃开了 既然活得长想吃这个主食罐头 就给他开这个主食罐头吧 现在办公室的猫吃饭的时候还是很壮观的 一堆猫围着 虽然三号楼没有猫得 但是纸袋子还是挺有猫得的 上个周的时候纸袋子见的好吃的还要护食 这个周都已经可以做到心平气和的吃饭了 非常有进步 令我这个受伤的猫得学院的院长很是欣慰